喜欢买便宜化妆品的民众也要特别小心哦 因为台北市卫生局到格子去和采油管路边摊 以及一些专门卖便宜商品的店来抽查 发现有不少美白保养品 其实里面是违规寒拱 而且浓度超高 到底有哪些店哪些产品有问题呢 我们赶快带你来了解一下 就是这家店被查出芦荟面霜寒拱 看板写满外语 明显主要是卖给外籍劳工 这平塞几十块的芦荟面霜 没想到拱残留量超出将近3000倍 芦荟的面霜被我们验出来 有含拱量是2900个ppm 在行政院卫生署 对于化妆品里头的拱的残留 容许量是一个ppm 卫生局已经要求业者听着贩售这产品 再加有这芦荟面霜的民众 也最好马上听着使用 的确它有美白的效果 但是在使用长期使用之后 它容易造成黑色素的反而沉积 然后造成蝴蝶斑 那么吸收之后它有神经的毒性 这次台北市卫生局出差美白化妆品 发现除了一样含拱两样广告不实 18样都标示不合格 被点名的商店包括彩油管 格子区一些地摊还有十元百元的商店 提醒民众想贪小便宜就要小心 最好还是购买大品牌的商品 避免伤荷包又伤身 民事新闻温柔叶上松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